冰雪奇缘 美丽的阿伦戴尔 王国有两个小公主 姐姐是爱莎 她天生就会冰雪模仿 她能变出片片雪花 妹妹是阿娜 她就爱跟在姐姐后面 一天晚上 他们在一起玩得正高兴 姐姐一不小心 用冰雪魔法打到了妹妹 国王和王后带着两个女儿 去找地精医治 地精用自己的法力治好了阿娜 同时她对国王和王后说 阿娜以后不会记得今天发生的事 但是爱莎的冰雪魔法还会变强 她能变出美丽的雪花 也可能会带来意外的伤害 这些东西都让她心里的害怕 回去后国王给了爱莎一双手套 这样别人就不会发现她的冰雪魔法 爱莎也怕自己再生到妹妹就不和妹妹一起玩了 阿娜不知道姐姐为什么不再和她在一起 十分伤心 有一天国王和王后在出海时 发生了异物 再也没有回来 没有了爸爸妈妈 了解妹的心更远了 哦 你看 爱莎高兴吗 不高兴 阿娜呢 永远敲不开那扇门 对不对 你看她有一根白色的头发 她为什么会有一根白色 因为是爱莎的冰雪魔法 把她的头发冻白了是不是 几年过去爱莎成年了 她就要成为新的女王 到时王宫的大门会打开 会有很多来自远方的客人 还有这个国家的人民 都会来看爱莎的加冕典礼 安娜也很开心 有机会可以到外面 玩一玩看一看啦 但是爱莎的心里 有点害怕 她怕在加冕典礼上 万一不小心就赢 冰雪魔法伤到大家 好在加冕典礼上 什么都没有发生 爱莎这儿才放下心来 在晚上的舞会上 阿娜和一个叫汉斯的王子 跳舞 跳舞舞后 王子向她求婚了 阿娜觉得王子的喊得好 就向着同意了 这真是个大灾难 这真是个大灾难 你可以跟才刚刚认识 才跳了一个舞的人 就结婚吗 为什么不可以 应该和她先做一些事情 对 先跟她做好朋友 一起做一些事情 对不对 姐姐听说好 十分生气 她觉得妹妹 现在就同意 王子的求婚 太快了 他们 他们只是第一次见面 阿娜可不这么想 她觉得汉斯王子很好 姐妹两人吵了起来 他们谁也不认识谁 就在这时 一道白光从爱莎的手心 发得出来 阿不好 她不小心用了冰雪魔法 一时间到处都是冰雪 大家都很害怕 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了爱莎 只见她又气又怕 大声叫着 不要过来 然后她向往外跑去 她跑过的地面都变成了冰 她的王国一家子化作了一片冰天雪地 现在他们的王国每天都是阴天 天天天地头都是冰雪 大家每天都要扫雪 王国的妹妹们都很不快乐 阿娜心想一定要把姐姐找回来采洗 因为只有姐姐可以让阿伦戴尔回到冲天 阿娜把王国交给汉斯 穿上大雪天穿的鞋外 跳上马就走了 爱莎一路来到了北山 这里没有别人 她不用害怕被人发现自己的冰雪魔法 不用再面对心里的苦 她觉得现在才是自己最快乐的时候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 爱莎想要一直住在这里 这样她就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 拉拉拉拉拉拉 这边阿娜去北山的路 可一点都不好走 到处都是去 什么都看不起 她走了好多天 也没找到对的方向 这天她看见前面有个小物房子 真是太跑了 阿娜马上跑得过去 在这里她遇到了踩冰人克斯托夫 她对这个踩冰人说了姐姐 没想到她从一核自己去一起去找姐姐 回来学小隔片吗 第二天一大早 她就带着阿娜向北山走去 这一路上他们不但遇到了狼还遇到了老虎和豹子 但是好在克斯托夫是个踩冰人 她老实在山里走 有很多好办法不让自己和和阿娜伤到 经过几天几晚北山就快到了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片十分美丽的冰雪森林里 天哪 真没想到冰雪森林会是这么美 阿娜边说边兴趣的 左看看右看看 这里全是白色啊 一个小雪森林不知从哪儿跳了出来 这个小雪人的脸上有个胡萝卜做的鼻子 阿娜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她 但又一时想不起来 这时只听小雪人说 我在雪森 这里和姐姐小时候一起做的那个小雪人 阿娜听了很高兴 听出阿娜她们是要去找姐姐 还有雪榜也要一起去 遇到了什么 可爱的 小雪榜 这个冰雪世界真的很漂亮 呵呵呵呵呵呵你说的没错 穿过冰雪森林 她们来到了一个冰雪塔楼前 阿娜一边向上爬 心里一边想 这个塔楼好高好美啊 阿娜知道这是姐姐用冰雪魔法做成的 阿娜就在远处站着 阿娜走近一点对姐姐说 跟我回去吧 姐姐这些天你都瘦了 我知道你心里的苦 我会和你在一起 我们一起想办法 让阿娜带好回到从前的美好 很棒 可是爱莎不想回去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冰雪魔法的是 她怕别人看她的目光 和从前不一样 说着说着 姐妹两人又吵了起来 爱莎想让阿娜快走 她一把推开 阿娜没想到 一道白光从她的手中发出 还是伤到了妹妹 打到了妹妹的伤害 如果是打到脑子还好 但是有打到心就不好 而且她的下巴都变白了 但是这个魔法的光对不对 冰雪行园下 卡斯托夫马上跑了过来 她对安娜说 我们还是先走吧 可是安娜不想就这样子走了 她叫姐姐和她一起走 爱莎怕这样下去 妹妹妹还会被自己伤到 她只好用冰雪魔法 变出了一只很大很大的雪怪来 雪怪站立在高高的地方 看向阿娜她们 看向阿娜她们 哇 哇 阿娜只好跟着 克斯托夫跑开了 她们一行 上线上线不接下线的一路跑了很长时间 可是前面就快没有路了 这时克斯托夫拿出了绳子 她拉住绳子向下爬 谁知道这时雪宝笑话 雪怪说 你是爱莎做出来的啊 那你可是我的宝贝弟弟啊 这话让雪怪很生气 他一把拉住绳子要把他们全都拉上来 你看看雪怪的样子 是不是很生气 对雪吧 给她拍一张 好的 最后关头 阿娜拿出一把剪刀 剪断了绳子 三个人都掉到了地上 好在地面上有很多雪 像被子一样 大家都没有伤到 可是这时阿娜的一些头发又变白了 克斯托夫左思右想 这她想到了她的几位好朋友 见多时光 说不定能治好阿娜 我们得去见见我的朋友们 她对阿娜说 他们说不定有办法 这边阿娜正害怕的走来走去 她一边想着 阿娜千万不要有声 一边想着 一边想着 怎样才能让阿娜戴尔回到从前 想着想着 艾莎觉得很生气 不知不觉她的冰雪魔法就发作了 大风又吹向阿娜戴尔 这时 科斯托夫带着阿娜和雪宝来到了一片树林 她说她的朋友就住在这里 这时阿娜觉得有石头在动 是 是第七 她叫出生来 科斯托夫和地精们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就像她的家人一样 她知道他们会有办法的 一个老地精看了阿娜后 说到她这是被冰雪无法打中了 一天不过后就会变成冰雪 只有真爱 所以你救她 雪宝和科斯托夫要把阿娜送回家 阿娜爱上你的汉斯王子一定能救她 可他们没想到 这时汉斯王子带着军人们也来到了北山 他们找到了爱上的冰雪塔 阿娜想要把她带走 雪怪站在冰桥上 不让那些人过来 这些军人对着雪怪一直射箭 雪怪很生气和他们打了起来 你看他们是不是一直拿着箭在射台 对 来 你得和我打起来了 不要弄剑瘦我 不要用剑瘦我了 你们这些军人很讨人艳呢 那你得再买来 就是这么打的他们是不是 来的军人太多了 雪怪也快打不过了 阿娜不得不动用冰雪魔法了 这时汉丝在一边大叫 还不快住手 你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 你还是大家心目中的那个女王吗 听到这种 艾莎下意识的把手放了下巴 这时一个君人趁机过来打晕了艾莎 艾莎被带回王国关了起来 她看着窗外的冰天雪地 认识到自己真的错了 艾莎问汉丝妹妹在哪里 汉丝对她说 艾莎自从去北山上找她 就再也没有回来 没人知道艾莎去哪了 这一边 克斯特夫正非快的把艾莎送回家 他把艾莎交给了王公里的分手时 他才发觉自己是这样伤心 可是他心里明白只有艾莎的真爱 汉丝王子才能救她 可艾莎根本就不爱她 这就是那部分这里好笑的地方 谁才是艾莎的真爱呢 克斯特夫 克斯特夫 根本就不知道艾莎爱她自己 可是当艾莎请艾莎叫叫自己的时候 汉丝王子说那你得先找到你的真爱啊 汉丝还说他向她结婚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国家 她一点也不爱艾莎 她一点也不爱艾莎 更别说救她了 说完她也把艾莎也关了起来 然后接下来她就要关雪宝斯特和克斯特夫了 这时艾莎知道自己错了 为了自己的真爱 她不但害了自己 还害了姐姐 艾莎伤心就忽了起来 看看艾莎现在可怜的样子 她只能自己趴在那儿等死了 是不是 等死了 对 她本来是靠在门上的 然后就趴到这儿了 汉丝来到王宫里 表现出很伤心的样子 但这是假的 她对大家说 她是怎样的爱着艾莎 可是艾莎被姐姐害死了 艾莎的冰雪木坞太可怕了 为了大家着想 一定要杀掉艾莎才行 从王宫出来后 克斯托夫向山上走去 可是克斯托夫老是拉她 不让她走 因为她心里知道 真正爱艾莎的人是克斯托夫 就在这时 克斯托夫看见远方又出现了很大的风雪 不好一定是发生 是什么事 克斯托夫怕阿娜 可是她马上向王国跑去 她要去救阿娜 不过克斯托夫还没到雪宝就把阿娜救了出来 雪宝也意识到只有克斯托夫可以救阿娜 阿娜看到克斯托夫正想向她跑过去 可就在这时 可就在这时她们看得看似 拿着一把剑正要去杀艾莎 天呐我要救姐姐 她她心里想着马上向姐姐跑去 阿娜用了最后的力气跑到了姐姐前面 因为姐姐挡下了这一剑 但同时阿娜坏作了冰雕 天呐 但是她的剑坏了以后就更尖了 你看 真的 阿娜看到阿娜为了自己变成这样 伤心的大哭起来 不 不要 阿娜 谁知冰雕一点一点的话了 阿娜没事了 阿娜 你怎么能为了我这样做阿娜哭着问道 因为我爱你呀 姐姐 阿娜笑着说 超棒 你看 阿娜又怎么样融化了对不对 对 你看 她的手指头变成肉的样子了 不是冰雕了对不对 经过这事 阿娜明白了 有爱就能带回夏天 这次她用冰雪魔法带来的不是冰雪 而是夏天 你看 现在冰雪正在一点点减少 夏天回来了 大家都是说开心 那边阿娜生气的对着 汉子大叫道 这里只有你的心像冰一样 你再也不要回来了 她一边叫着一边把汉子打进的大海里 她不是推进去的 她是怎么进去的 打进去 为什么要打进去 因为还不疼呢 而且这是我最喜欢的那一页 这是你最喜欢的一页 因为爱莎 不是因为爱娜怎么样 把她给打进去 而且很好笑 夏天回来后 这里又和从前一样美丽了 最爱夏天的雪宝 高兴的跳起了舞 阿娜和科斯特夫也开心的在一起了 哇 你看 你现在读完了 你觉得怎么样 很快乐 很高兴 你有没有为自己教啊 有 那你觉得读完这个故事容易吗 容易 容易的 不用不容易吗 没有 那你这个故事最喜欢什么部分 那个阿娜把汗子打进了水里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这些 因为很好笑 也很解气是不是 对 嗯 恭喜你哟 恭喜你哟 嗯 我很为你教的 你为自己教吗 我也很为你教 你为我教 我什么都没干 我怎么教了 因为你拍照片啊 挑战成功 哦 哦